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 为了吸引顾客 雅加达各大商场早已经将商场精心装扮一心 处处洋溢着春节的喜庆气氛 接下来我们通过本台记者的镜头去体验一下 各位朋友们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雅加达西区的一家商场 虽然疫情仍在蔓延 但是商场仍然以古福里面的主题 在商场的中央已入口处悬挂了许多红灯笼 红灯笼意义着红红火火全家团圆 为了保持社交距离 商场内中央区域只限摆设七个摊位 而这七个摊位销售的都是各式各样的年货 包括春节饰品 红包 年糕 糕点 与形形色色精致的春节伴手礼等 除此之外 商场内大厅的上方 还悬挂了许多喜气的红灯笼 工作人员也穿上了迎春主题的工作服 整个商场 弥漫着浓浓的春节气氛 这些年级我们真的许多的热红包 有没有餐饭的外套 没有关系的外套 有没有关系的外套 但在这些年级的外套 我们只要在家里面 所以在小型里面 就是外套 但是这些年级路上 这里有有很重而买每年,有长期的片段 也有不少如有一个雾 所以有三产审的节奏 我想找生物 游戏 你能够和若住吗? 他试图是否很重 是遇到我一定的观点 我们不喜欢的 但是这年代 dürfe是稳定的 希望在这个净牛年一起能够尽早接受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经历维生防疫规则 做一个平安健康的城市 以上是美都新闻料理的李主珍 在雅加达新区先进的报道